今天用三码钱的冬瓜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 这个季节冬瓜特别便宜,两码钱一斤 清洗一下,用尽全力把瓜篮挖出来 把冬瓜的外皮切掉不要 如果皮软的话可以用削皮刀来操作 先把冬瓜切成大块 再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以后放在碗里 撒上一勺食用盐 抓拌均匀 把冬瓜的水分扎出来 来调和料汁 碗中加入番茄酱 一勺盐,少许生抽 少许白醋,一大勺白面糖 接着倒入一大碗生水 加上一勺木薯淀粉 先给它搅和搅和 搅和均匀一杯用 碗中打上一颗笨鸡蛋 两勺淀粉 先给它搅和搅和 把鸡蛋和淀粉充分搅匀 搅拌这五干粉 成流线状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冬瓜 水分已经插出来了 用尽全力攥干里面的水分 备用 鸡蛋糊里面倒上10颗菜籽油 先搅和搅和 把油和鸡蛋充分搅和均匀就可以了 再把冬瓜块倒进来 搅和均匀 使每块冬瓜都均匀地沾上鸡蛋糊 像这样就可以了 锅里面倒上95毫菜籽油 油呢多倒一点 放入冬瓜块炸汁 中途搅动一下防止粘连 使冬瓜块受了均匀 全程用文明火炸汁两分钟 表皮微黄了起来 油温烧至7成了 下入冬瓜块复炸一次 这一步呢是把冬瓜鸡的油给它逼出来 炸至成金黄色就可以了 锅中再次倒入95毫菜籽油 倒上之前调好的料汁 先开大火把汤汁熬至银绸 下入冬瓜大块 坏醋搅和均匀 是每一块冬瓜的周围呢 都均匀的粘裹上糖醋料汁 出锅前撒上一把白白的黑芝麻 黑芝麻好看好吃还能补盖 炸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盛入碗中就可以食用了 香饭饭的糖醋冬瓜块就做好了 冬瓜的水分呢先是杀掉一部分 就是油炸的过程中冬瓜的水分呢 也炸干了 吃上去口感露露的特别好吃 露口呢先是糖醋的酸甜 再就是鸡蛋和淀粉 形成的那种酥皮 接着就是冬瓜的口感了 露露的 冬瓜这样做说比吃肉香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如果您不喜欢的话 那就快来试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